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呢 现在我仍又在槟城了 然后我们来试驾的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 Honda CR-V 这辆车我在泰国试驾过 然后之前发布会的时候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它的这些详情声等等 但所以今天就不跟大家讲外观 不跟大家讲配备 就讲这辆车的使用感受 因为我们是从吉隆坡开这辆车来槟城三天两夜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Root Trip 吧 然后顺便体验一下这辆车 如果讲你在考虑这款车的话 那么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要看哦 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就讲讲CR-V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发布以来呢 它的争议性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有一些朋友讲 它可能卖的有点贵 然后但是有些朋友讲 其实它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它最大的争议点 其实就是在于这个空间表现的啊 CR-V一直以来的卖点就是大空间 因为这一代它的这个车身压低了 所以可能会让人家有一种错觉就是 它的这个空间变小区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有一点点 是在头部空间的部分 但是我的身高180亿啦 我坐在前面也好 我坐在后面也好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压迫感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 但是你怀疑这一点的话 强烈建议你自己去试车 然后这辆车的后座空间表现呢 真的是够大 坐三个大人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而且地板几乎全屏 然后它的车尾箱的部分呢 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这一点也是有争议的一点 因为在泰国版本呢 CR-V是有这个7座的车型 可是马来西亚版本一直以来都是提供5座 所以在发布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讲 诶 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7座 是不是car cost 当然我们有去跟HONDA Malaysia 了解 HONDA Malaysia 当然也是表示 这个是成本的问题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之前我们在泰国试驾的时候我自己有注意到 就是泰国的版本是讲有7座 但是这个尾箱当你倒屏后面两排座椅的时候哦 它就算是倒屏了之后 它还会吃掉一些空间表现 让后座的空间表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充裕 可是这个5座版本的后座空间表现就真的是惊人 而且它还配备了一个全尺寸的轮胎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还是大部分消费者所需要的啦 我不懂你自己是怎样的选择 如果是给你你要5座还是7座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然后除此之外哦 这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点 就是在它的底盘的部分还有它的隔音的部分 OK 这个内部的空间表现跟这个设计呢 讲真的设计方面是见仁见智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简约设计还OK 但是看惯了那种中国车的那一双设计 他们会觉得中国车比较fancy 当然这个我不会去否认啦 不过这一次HONDA Malaysia 在CRV上面 其实他们还是有放了一点心思 例如讲哦 他们在这款车上面他们加入了这一个 记忆座椅装置 其实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是HONDA第一次在他们的车款里面加上记忆座椅装置 而且实际上呢 这一款记忆座椅装置呢 好像在同级的车款并没有几多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大家知道有哪一款C-Segment的SUV有记忆座椅装置 可以在影片下面提醒我一下啦 然后这个主机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机 我有一点要吐槽有一点要称赞的地方 我要称赞的点就是使用起来基本上还蛮流畅的 然后也不会太翻光 然后我要吐槽的点就是它的这个萤幕尺寸不够大啦 这个只有9寸左右 以现在的年代来讲我可觉得可能要一个10寸 或者是12寸才够看啦 但是里面的功能OK的 它有这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 跟有线的Android Auto 然后是通过下面这边连接啦 不过它旁边还提供了一个Type-C 然后这一个冷气控制面板 我觉得对比我的HRV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推步 它会比较深色一点点 然后呢剩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熟悉的啦 这个排档杆 然后这个电子手擦车等等等等都有 如果你是要运动模式你就是推去S 然后你要Ecore模式的话就是按这个Ecore 它的置物格的部分是绝对不会让消费者们失望的 而且这一次它添加了这个手机无线的充电机座 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很重要 然后它的前面这个数位化的仪表 也是跟Civit啦 也是跟HRV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要全数位化仪表 那个像是Tesla这样 然后有那个车子会下来下去的时候 你看得到那个显示的仪表 你只有买到RX的EH EV版本才会有 我觉得如果是V版本的话 给这个Meter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啦 但是整体而言啊 对比上一代的车型 我觉得这个内装质感是有进步的 因为上一代是真的很Blastick 这一点我不接受反驳啦 当然你如果去跟这个Mazda的CS5 或者跟一些中国品牌的同级车官相比 这个内装的质感可能会输一点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啦 大部分会买到Honda CR-V 的消费者 其实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使用大大空间 然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 过去我们的影片我们很少跟大家分享一个点 就是气囊的数量 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车款 就算你买到Mai-V 的话 它都是6气囊 像是这个C-Segment的车款也是给到你6气囊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之前拍车的时候都不会讲气囊数了 但是这一次呢它是给到了8气囊 也就是讲除了传统的前面双气囊 侧边双气囊跟气连之外 它在前面这个副驾驶座跟驾驶座的下面还有一个西部的气囊 就是讲你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保护啦 这一点还是要称赞一下 因为目前同级车款好像都还在6气囊 当然它的这一个Honda Sensing呢其实也是有的 而且它的Honda Sensing这一次是采用雷达跟Camera的结合 实测精准度会比起用这个Camera的稍微好一点 而且侦测的精准度更高 我们在Beneng 里面有试过这个Law Speed Following 的功能 基本上感觉还不错啦 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座椅的设计 我经过自己的仔细对比哦 我发现这一个6代CR-V 的前面两张座椅 除了上面的花纹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外 它基本上真的是跟5代的座椅一样 整体来讲包护性OK 但是有一点点偏硬 所以这个看你自己喜欢偏硬的座椅 还是偏软的座椅 因为我自己的背跟腰不是太好 所以这种比较硬的座椅我做到其实还OK一下啦 但是很多人会投诉做啊 会腰传背痛 Honda CR-V 的精髓就是在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这一点我是不需要再去重复了啦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我是还蛮喜欢的 就是这个椅背终于可以支持这个角度的调整了 所以你要做直一点可以 你要做鞋一点可以 可是呢它的椅子的设定 就是发泡棉的设定呢 就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它是比较硬一点的 如果你是跟这个 CS5 甚至是你跟 Corolla Cross 对比的话哦 它可能会没有那么舒服对于一般人来讲啦 但是像我这样我每天都要有Coyoco 的人啊 我坐在后面的话我是觉得基本上还好 我只是有一点点要挑剔的就是 我希望它的椅背可以再挖多一点 深一点 然后我坐下去会更贴服点 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昨天我在来槟城的路上 其实我在后面睡得还蛮舒服一下的啦 可能也是因为我太累 然后它的这个脚步空间给大家自己看一下啦 我已经不想去比了 因为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脚步空间表现 基本上投诉不了啦 然后这边地板几乎全屏 所以我觉得坐大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三个 当然它的后面这边也是有冷气出风口 下面也有两个 USB Type-C 所以作为家庭车来讲 这台车的空间表现是绝对合格的 可是对比泰国版本呢 它少了天窗 然后它少了这个后排的冷气出风口 但是呢它多了一个 还蛮大大的这个灯 它是没有button的 你touch一下它就会亮了 所以稍微增加了一点质感 然后它的门板也是有一个非常典雅的设计 就是这个 看到吗 白色的氛围灯 它的氛围灯是不可变色的 前面门板后面门板都有 但是它是白色的 当然如果你讲Fancy的程度 它是不比其他的车款 像是有64色氛围灯的那种车款 它比不上 但是我觉得晚上看一下还蛮舒服一下的 当然这辆车定位本来就不是那种Fancy车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这样讲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叻 就是它的这个隔音表现 我讲老实话 这台车的隔音对比上一代车型真的进步很多 因为昨天我们在来冰城的路上 我们自己有开Turbo版本 然后有开这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在行驶的时候呢 我叫这个Driver维持时速110 然后我用手机的这个分贝以软件去测试 基本上两辆车在维持110巡航的时候呢 它的分贝都很少会超过70 严格来讲是蛮安静的 当然我照讲到这边会有很多朋友讲呢 不同的手机测试 这个分贝以的效果不一样啦 然后软件测试不准啦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进行测试都是用同一台手机同一个软件 所以基本上那个Standard还是一样的 可信度还是在的 当然最好是你自己去测试啦 然后你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这个轮胎声的噪音呢 会跟你使用的轮胎还有这个路况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数据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已啦 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大家budget允许就想体验一下比较新一点的科技 我强烈建议上RX1 HEV版本 它多了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啦 它多了全数位化的预标 然后它还有抬头显示器 同样的应该也是HONDA第一次有抬头显示器 重点是它有12个BOSS的影响 我们有测试过这个影响效果 BOSS的影响效果是真的很好 虽然讲普通版本也不错啦 但是呢1.5Turbo跟2.0的Hybrid呢 你要怎样去选择 1.5Turbo动力表现呢 基本上还OK 因为它是OWD 而且循迹性也比较好啦 然后这个是Hybrid 的版本的话 它起步会比较轻盈 它放NUWD 然后整体会比较Smooth 油耗也很低 但是它们的这个差异可能就是一个二手架 不过大家是不用担心啦 HONDA是有给这个Hybrid 的电池 8年的Varranty啦 所以就看大家自己去怎么选择 给我的话 我自己如果我要买CRV的话 我会去Hybrid 的版本 因为这个Hybrid 我开了那么多次 我真的是好爱它 然后这个车尾箱我有点东西要补充 就是它其实好像是从V版本 它有这个Powerboot的设计了啦 你按下它就会开 然后那种脚踢式开关全部都有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Button 你只要在带着你的那一个钥匙的话 你按这个Button 按了下面你走开 那个车子就会自动上锁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空间表现啦 眼见为时 大家看一下它是多么的大 这样子放行李箱 你觉得会有问题吗 问题不大 而且呢它还有Malaysia特色 就是这个Tair Direct Hold 有时候讲你打包东西啊 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你可以吊在这边 两边都有 这个空间表现 真的是不错啦 还有一个点哦 我推荐大家买Hybrid 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Hybrid 有几个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主动进气格栅 你看到吗 这边这个东西 它在你开车的时候 它才会打开 平常它是关掉的 除了可以优化空气力学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助这个车辆加速 然后更宁静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了这个Pax 你装在普通版本上面都用不到 因为不必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主动降噪功能 还有这个Aptice Sound Control 意思就是讲呢 主动降噪功能 它可以发出一定的声浪 然后去抵较引擎穿出的噪音 车辆会更为安静 然后Aptice Sound System呢 就是讲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哦 它的喇叭声音会很大声 然后你停车还会降下来 它会自动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给你一个Engine Fixed Sound 就是讲这辆车会让你有一种 开起来很Sporty的感觉 很爽 这个功能还蛮推荐一下的 在今天的驾驶部分呢 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个Hybrid 的车型 也就是这个RX EHEV 因为我本身是真的蛮喜欢这款车的 然后详细的试驾之前 我们在泰国坐牢 所以基本上驾驶感受是一样的 今天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Hybrid 的车款在市区驾驶有什么好处 就好像现在我们是在中午1点半的 冰城冰岛的市中心 这城市驾驶它是会比较塞车 而且有时候走走停停这样子 如果是开Turbo 版本的话呢 有时候在起步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Turbo 会有点Lag 这样子的感觉 开起来的感觉不是很流畅 如果是讲我们开这个Hybrid 的版本 因为如果是在这个电池勾电的情况下 它主要是以电动行驶 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蛮smooth的 很像现在你看 我们在塞车中 好像有踩一点油它就去了 然后整体也会比较安静 所以整个在市区驾驶开起来的感觉 还蛮出色的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一路来呢 在这边市中心塞车也塞的蛮久一下 然后我拿到15km per liter 因为在市区大部分的情况下 它都是用EV Mode在走 所以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 很深油然后很好开的车子 然后还有一点是 出乎我意料的是 不要看HRV 这样重啊 它的起步在这个Hybrid 电机驾驶下 还是蛮快一下的 你看我在起步 它马上就有一个很猛的加速 这一点是比那个 Turbo Overdrive 版本还好的 所以我是会建议各位如果是讲 今天你可能是市区驾驶居多 然后你的Budget允许的话 我会Suggest你直接去Hybrid 因为它可以给到一个很舒服很安静的移动过程 然后油耗又低动力还强 这个是这辆车我很喜欢它的特点啊 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驾驶感受 那么现在有上了我的Highway 我就讲一下这辆车 它在Highway上面行驶的表现 这辆车在Highway上面的话 其实它的动力在130以下还是蛮足够的 尤其是你要各车的时候呢 这个动力储备还是蛮足够的 我现在示范一下 我现在在左边 OK 所以一踩油门出 看到那个车身的动态很快就出来了 它这个踩油的动作是因为它有这个电机辅助 所以它整体的Response速度 会比起这个Turbo版本更快 然后如果你是在这个高速公路巡航的话 我给你讲它的油耗真的会低到让你很惊讶 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轮流驾这台车 然后大家的脚都不一样 有些脚蛮重有些脚蛮轻 然后我自己就刚刚好 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还可以拿到一个17km per liter左右 以一台XUV 然后还要用19寸的RIM的XUV来讲 我觉得这个油耗是真的很了不起啊 因为大家以前的想法一直就是XUV很吃油啦 然后XUV可能会很重没有力啦 但是这辆车在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做得蛮好的啦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你开过这个Honda 2.0的RSE HEV车型的话 你真的是会深深爱上它的Hybrid 系统 当然我讲到这个Hybrid 系统一样不代表它没有缺点 就是讲它在After 130 过后呢 它的提速会比较慢一点 它会比较RAW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系统的关系 因为原厂的工程师有讲到这台车呢 如果你是在高速巡航在加速的时候 它是用全电力去推的 而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啦 就是电动车它可能加速很快 但是它的这个Torpe Speed可能又会差一点点 像很多的电动车它们的Torpe Speed有百六百七 而这辆车它的Torpe Speed也是一七七而已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它在之后的加速会比较RAW一点点 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 不过讲真的如果是讲今天你开这辆车 你在你的家人出门的话 你也不会飞到百六百七 大概都是百二百三样的巡航而已 在这个速度下这个CR-V的RSE HEV 还是很舒服很安静的 这一点我要给它大大好评 如果是给我自己的话 在这个我的HRV Turbo之后呢 如果我下一辆车我换车的话 我大概率我自己会去Hybrid车型 我可能会去C-Bit Hybrid 我可能会去Prius 如果Prius有引进马来西亚的话啦 我可能会在这两款车选一 因为这个Hybrid的System 虽然讲它的这个驾驶乐趣 不会有Torpe那么好玩 但是对于你一般日常驾驶 然后你的油耗 还有一些舒适性上的东西 它都会比起Torpe更好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会喜欢Hybrid的原因 而且如果我要选择Hybrid的话 我基本上我会go for日系的Hybrid 因为日系的Hybrid在马来西亚 其实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 它们已经proven它们的耐用性 它们的妥善率等等 这个点是我让我比较有信心去选择日系的Hybrid 当然我下一款车应该也不会回去SUV啦 我都是选Sedan 所以这个字为什么我讲 我会在CV Hybrid跟Prius二选一啦 如果是你的话哦 你想尝试下Hybrid我觉得这一个是OK的 市区驾驶很轻很省油 高速公路巡航动力储备还不错 这个我相信Hybrid也会是大势所趋啦 所以相信未来以后Honda Malaysia 也会有更多的Hybrid车型推出 在这个阶段下呢 这款车是一个不错让你尝试Hybrid的车款啦 OK啦 以上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个Honda CR-V Hybrid车款的一些心得分享啦 如果大家想看更加完整的试驾的话呢 可以去点击上面的小白点 之前我在泰国有这个完整的试驾影片 老实话跟大家讲 今天的影片比较不像是一个试驾分享 比较像我对这个日系车的看法 因为最近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看到很多人留言就是讲啊 日系车不行了啊 现在是中国车天下 那么中国车在以后会不会取代日系车 我觉得还要时间 尤其是日系车在马来西亚建立的这个Ecosystem 是中国车短期内取代不了的 而且重点是像是他们的维修网络等等 其实日系车都还有优势 我觉得目前为止呢 日系车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应该去维持自己的步伐 不要被别人带节奏 你看像中国车因为他们成本控制很好 所以他们可以在车上给你很多那种很fancy的功能 大萤幕啊 8155处理器啊 氛围等等等等 他们都可以给到 反而是日系车比较少给到这种东西 因为对于日系车来讲 他们主要做到的还是以实际为主 讲真的啦 目前马来西亚的C segment 如果我们不看价格的话 CRV基本上真的是做到最均层的那个 动力表现还OK 配备也还OK 空间表现很好 基本上它就是满足了一般的家庭属性 而我不是讲中国车不好 中国车我也开过非常多很出色的中国车 像是Hava H6啊 Tiko X Pro 这样子的车款 可是我觉得 他们在某一些部分跟CRV对比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啦 例如讲他们的空间应用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舒适性的部分可能输一点点 又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啦 所以我觉得日系车真的是要做好自己 不要被带节奏 那么他们就可以维持他们的市场 当然在配备的部分 不要太吝啬啦 这一次的CRV呢 讲真的它的配备也有可能是因为被中国车影响到 所以他们才会丢那么多的东西出来 如果我真的要去投诉这辆车的话 我可能会投诉的就是 它的质感确实还真的需要再进步一点点啦 除此之外我觉得问题不大 同样的还是那句话 市场已经给了这个成绩单我们 他们都会喜欢这台车 那么这台车 未来我相信它三到五年内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挑战者 真正的挑战会在下一代 也就是第七代的CRV上面出现 不过这台车刚刚发布 我们讲到第七代车型 其实还是太远了 买车还是那句老话啦 就是各花路各远 然后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那么CRV很明显的 它是满足了大部分消费者的车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因为 你买日本车还是你买中国车 然后就互相吵架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啦 买到自己喜欢的车是最重要的 然后当然市场有竞争 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看到吗 CRV应该给的都给你了 除了这个Briceport Monitor 而且呢 今天在Q&A Session的时候呢 这个原厂的工程师 他们有认真的倾听 他们有表示 如果马来西亚消费者 真的比较喜欢这个Briceport Monitor的话 未来有机会加上的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啦 今天就是我这个Vlog的内容啦 会比较简短一点 但是都是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话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